如果要求自己消业障 忏悔 那还是从心地上觉悟改过 才是真忏悔 如果这是念佛拜餐 你的卧念还是一样起来的时候 你业障并没有残除 这个道理要懂 忏悔的真正的意义 是知道自己过错 后不再走 那叫真忏悔 我今天拜了菜 明天还照样犯 那这是假的 这不是真的